現在已經錄了 Mark 這個產品 有在跳表嗎 有跟嗎 好 再Mark一次 好 現在用Mobile拍攝我 跟到了嗎 好 Mark我的臉 好 它在人臉辨識上會比較準確 亮的東西就是暗的東西 所以選東西盡量選亮的地方 這是注意的地方 好 現在跟大家介紹MG Lite MG Lite提供雙手持 還有胸氣 胸氣 胸氣支架 雙手持很多的好處 包括這裡可以放手機 這裡提供磁握 那正確的使用握法要這樣子握 沒關係 你講話沒關係 感覺這個比較上面 比較上面 好 那你重新Mark Mark到我全身 那你要退後 就是它要往上登 我可以調整它嗎 你再按退出 自動追蹤退出 好 然後再Mark我一次 Mark我的嘴巴 感覺它這個是往下 對 你要Mark之後它就會改變 它是把你Mark的地方擺在中間 Mark一下 好 現在比例對了嗎 對 這個錯誤的過程當中 也順便交代大家 你Mark的地方 如果Mark眼睛你就慘了 上面空會流太多 好 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我們已經全部都把它乘試過了 全部都把它乘試過了 那它會變得比較滑順 雙手持支架 擁有胸氣可以使用 你如果有背包 可以勾兩個 跟我們買兩個彈簧 利用這個鎖 這裡有那個勾環 勾住 你手就可以浮空使用 就可以浮空拍攝 好 不會累到 那麼手機支架 特別好用在哪裡 看好 手機支架 監看螢幕 可以直放 可以很棒 可以直放 可以很棒 好 再來 新更 新變更的一些功能跟優點 好 如果你是5D上5D土 別做這個動作 你的機器會弄到迷迷迷迷迷迷 為什麼 一定會撞到這裡 或撞到你的相機 好 那你如果是小型一點的機器 ACS2那一類的 你可以直接做這種高低腳轉拍 轉拍攝 可以完完全全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 它三個軸 全部360度 好 非常的順 非常的能Q 好 那外面的工程機 它是這樣動的 你要有很好的手 手的這個駕馭能力 好 不然你會變成這樣 這樣是差很多 這樣在拍的東西會 好像在拍機器舞這樣 不好看 必須要有一個叫做被支曲線 它會滑 慢停 慢滑 慢停 慢滑 慢停 一定要這樣子 你的走路才會漂亮 好 跟大家介紹最新款MG Lite 怪機師這邊強力促銷 提供了雙手持快拆 雙手持快拆 摺疊起來放口袋 還可以倒掛使用 還有兇器可以購買 還有最重要的這個包 這個包 對於很多工作者來講 非常非常的重要和必要 必要到什麼程度呢 看 必要到非買不可 因為它可以釋放你的雙手 全世界的穩定器都只能拿著 它甚至於連個背包都給你都沒有 它的收法就是要分撕收回去 根本就不符合單兵作戰的需求 單兵作戰就是機動 今天我要吃飯我也得活 我要買東西我要拿東西 我要收工 我也好要方便 我要雙手 釋放你的雙手 來怪機師買這個東西 這個是相機包 這相機包多牛呢 這麼牛 你所有的配件 都可以呈現作戰狀態 這個看你要收哪裡都行 看你要收哪裡都行 這裡前面還有一個 這裡可以勾進去 這裡也可以勾進去 然後這裡頭還有一個拉鍊 這邊還有一個拉鍊 這裡還有一個夾層袋 那我要打仗的時候 這是暫時收納 要打仗的時候 我是不這麼做的 打仗的時候我是一定這樣扣著 我不會把它拿下來 我不會 我就是先這樣子 背到後面去 我建議背到前面 因為這東西看過得對 你可以好好收 也可以收得很裡面 我剛剛沒有插好 可以插得這麼裡面 可以插這樣子 好布沒有問題的 好拿起來 MG Lite 瞬間開工 從收到開工不用30秒 收到開工不用30秒 目前這個方案 怪機是only 好 怪機是only 好跟大家分享 MG Lite的一個基本使用 呃 它是世界上唯一 一件事 PID挑戰唯一 世界上唯一一件事 什麼呢 自動校正 水平 所有的穩定器 一定要有售後服務 你要相信我 沒有一家他敢說 他的穩定器 出來就是好用 不用教不用學 不用售後服務的 沒有一家 好 全世界的穩定器 只要一出來我都有買 好 有的難度高到是工程師等級的 好 你可以私底下問我 跟你講哪一些 你只要不是工程師等級的 你只能拍77885566 這一支呢 一件事 可以調整 三顆馬達的重量 重力 出力 同時呢 一件事 可以進行什麼 調餐喔 調什麼餐呢 調它的那個 馬達重量 還有出力的高低 還有一件事 可以自己做水平校正 把你校正得很完整 不會歪斜 只要歪斜 透過這個鈕 就可以把你校正完畢 再來 它提供 APP 進行 這個 雲台的控制 那將來會開放遙控器 遙控器目前來講 它 原本就有啦 只是 我們還找不到這個 比較正確的接法 它有線控跟 線控 跟無線遙控兩種 好 以上跟大家分享 MG lite最新版本 怪機師Pro版 可以裝 行動電源 裝混音器 裝無線麥克風收音 那麼 下一個版本會推出什麼呢 這裡 會有個補光燈 這裡 會有個補光燈 下一個版本將會推出 補光燈版 應該就取名Pro2了 這是Pro1 Pro2就增加了收音跟那個 收音跟那個叫做什麼 補光 這兩種 那麼Pro1呢 主要是 有 手持架 這是正確的握枝 千萬記得 你走路要漂亮 一定要這樣握 這是正確的握枝 你千萬別握這樣 也別握這樣 好不好 握這樣只有一個時機 這個時候 酸緊 這個時候 這樣握 撒曬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握 平常 千萬別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在講師 我看很多人都這樣用 結果走路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現象 那是你的力學問題 你一定要讓它的軸距變短 拍出來才會穩定 那手電筒拍攝 千萬不要拿來走路 任何一支都一樣 手電筒拍攝走路 都會有一些問題 弄掐看到沒有 都會碰到 就是說盡量是 但是我們在弄這一類穩定器的產組 都是這樣子拿 這樣在設計 這樣在規劃 盡量是直的 你不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沒有意義 你這樣拍幹嘛 會撞相機嗎 不要做這個動作 拍的時候 你可以玩沒關係 但拍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這樣拍 絕對不對的 絕對不對的 那你 如果要 手電筒模式 你不要拿成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我們講走路 走路這樣子拍 可以 是對的 走路不要這樣拍 走路千萬不要這樣拍 因為你會有PAN的問題 它的機構就是這樣子 再來 那麼要手電筒模式是這樣看好 我們就是把它 擺到地上去 舉上來 當搖臂拍 可以的 是可以的 定點 但是走路你要這樣子拍 你就不要做PAN的動作 它會有死角 它會有死角 以上這邊謝謝大家